从7月1号开始 医病分流上路 医院不能够在设置灵堂存放遗体 不过却传出 台中市三处殡仪馆设备不足 大体无处安放 只好把家属休息室 临时改成了兵柜绽放室 而外头的停车场 也变成了临时告别室的场地 整个殡仪馆是大爆满 临位前的走道 挤着满满的家属 有的为往生者念经 有的坐着休息 只能挤在这小小的空间 不少家属觉得好辛苦 因为我们几乎都站在外面 就是像没有这庇屋的外面 还蛮热的 家属说空间实在不足 几乎连坐下休息的空间也没有 原本的一楼家属休息室 临时被改成冰柜绽放室 也因为礼堂不足 外头的停车场之类空出来 当成临时告别室的场所 整个兵营馆大爆满 原来是七月一号 一并分流实施 整个大量区你看 管区你看大量区 都整个管区这两位来 你真的来吗 从七月车开始这一旨 跟这一旨 可以整整天都人欺负 故去在医院的往生者 家属可以在医院灵堂举办仪式 不过七月一号开始 医院就不可以设置灵堂 家属要将往生者 送到殡仪馆处理后事 正着上路不到一个月 大台中地区的殡仪馆只有三处 还有外线是送来 光是七月 就比以往多出一百位的往生者 需要冰存 设施严重不足 台中市府表示 现在除了多调度冰柜 也尽可能利用现有的空间 不过短期要扩建硬体实在有困难 家属希望配套要周全 也希望给往生者多点尊重感 记得您健身赖士捷 台中报道